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一周信息就像语音绕梁三日不绝 当我们参与各样聚会听完讲道之后 愿圣灵的声音继续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牧师这周主日讲道信仰的酸民文化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反思 我是酸民吗 有哪些事情我想起来会觉得心酸酸的呢 可能你会觉得在教会都没有人注意你 小组长不关心你 牧师不认识你 孤单的感觉时常让你觉得心酸酸的吗 还是你觉得自己的能力也不错啊 可以做一些服事 可是却没有被接受 那个人做成那样 问题又那么多 他有什么资格可以 不被重用的感觉 会让你觉得心酸酸的吗 还是觉得只要我自己在家读经祷告就可以了 没必要像牧师所说的非道教会不可 我们在外面做的比教会做的更好 但有时候看到教会怎么可以这么多人还这么喜乐 周日下午不好好读经祷告 跑去打什么乐乐棒球 看到教会的喜乐 会让你觉得心酸酸的吗 还是觉得自己传福音很努力 做主公很卖力 但是成效就是不给力 看到别人的家人一个个受洗 全家都已经在教会了 我传福音祷告这么久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想到这里心又酸了 为什么我们会一边传福音 一边心酸 为什么我们一边服事 一边失去喜乐 为什么我们一边跟上教会 一边又觉得孤单呢 牧师在信息中 以雅各书第三章提醒我们 全员从一个眼里 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们怎么能从一个口中 又发出颂赞 又发出咒诅的言语呢 心酸让我们认清一个事实 原来我信仰的源头 并不是只是唯一的一个神 原来我也企图从别的源头中 去寻找祝福 原来我的源头 信仰的源头 掺杂了其他的东西 尤其是掺杂了老我这个源头 这个源头断不掉 我们就无法成为一个 完完全全 百分百属神的人 在信仰的群体中 自然也连得不好了 老我会叫我们自我中心 去在意 别人到底有没有注意到我啊 但是圣灵确实叫我们 去顾念别人 老我会叫我们去比较能力 在意服饰有没有比别人强 传福音有没有比别人厉害 但圣灵确实叫我们学习 看别人比自己强 用爱去看见邦谱 学习彼此合一 老我会叫我们用世界 去证明自己的能力 告诉你 你可以比牧师强 比教会强 最终呢 就带你走一条 离开教会的道路 但圣灵确实叫我们明白 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 身体呢 是教会 身体不是你 我们都只是当中的肢体 所以不是要给别人看 哼 我离开教会 还可以过得很好啊 而是呢 我们都要在教会里 学习合一 老我会不断给我们材料辛酸 但圣灵会叫我们晓得真理 这真理使我们得着自由 老我会叫我们撕裂衣裳 自表清高 但圣灵却要我们撕裂心肠 看见自己的误会 牧师以两个故事来比喻 第一个公义的故事 欠钱不还的朋友 嘿嘿 这次终于抓到你了吧 带到法庭 判刑确定 公义彰显 但走出法庭后 为什么我竟然被抓去判 更重的罪呢 镜头放大 好人其实是坏人 因为欠的比他更多 这个故事出自于马太福音 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 另一个大国统治小国的故事 奇怪了 小国居然送来了 他们的民族英雄 而且还要大国审判 非要他死 被判死罪不可 而且原因竟然是 他违背了大国的皇帝 奇怪 这不是你们求之不得的吗 但是其实知道 你们是出于嫉妒 耶稣洁进圣殿 他们就开始找机会 要杀耶稣 这是法利赛人的心肠 而圣灵呢 就是那位运镜师 他将我们的视角放大 让我们可以看得见 自己的实情 老我会让你以为 自己有智慧 但这样的智慧 并不是从上头来的 而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规模的 这个智慧会送给你礼物 礼物就是 嫉妒 纷争 扰乱 和各样的坏事 让你常常在吵架当中 失去安息 但圣灵给你的 是真道的智慧 是长见识的智慧 是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 就是用和平 所摘种的异果 你还想继续做酸民吗 拥抱老我 每天 民油油 心生生吗 还是决定 要断掉 老我这个源头 拥抱圣灵 把老我的余毒 清干净 不要再做观众了 一起来做 耶和华的军队吧 并且从我们这个 小兵的得胜开始 得胜就是 致死老我 愿圣灵帮助我们 从自我良好的 错觉中 挣脱出来 不要再去看 别人的不义了 而是拥有一颗 清洁的心 单单隐于神 做我们唯一的源头 在教会中 在信仰的群体中 和众弟兄姐妹 以敬拜神为主轴 来彼此联络的合适 联络的顺畅 享受神家里 所预备的 满足的喜乐 永远的福乐 愿神的真道 持续在我们的生命中 向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周信息 我们下周见